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小美切个硬 我一直都想在我们家的后院这块空地建一个家建小屋 就是可以出租啊,或者可以做一个花房,养养花草啊 山可以做一个工作室啊 但是呢,在洛杉矶呢 在这个后院建一个家建小屋呢,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块空地 这个SB9法案呢 就是屋主可以在同一个物业的这个土地上呢 可以加建房屋 最多呢,可以加建四个住房单位 我之前呢,咨询了一些做房屋加建的公司 他们都说呢,我家这块土地的面积太小 不够这个加建的条件 两年前呢,我找了一个老莫师傅 他经常把我们家就是做这种装修嘛 他说呢,我可以帮你建这个加建小屋 大概不到三万块钱 但是呢,比较有风险 因为你没有去这个城市审批的话 到时候邻居一投诉,就把你拆了 然后你的钱就打水漂了 那我想,哎呀,这样还是有风险 那还是得走正规的程序 我查了一下我们这个城市呢 做加建小屋呢,你最少得1200平方尺 那就凭这一点呢,我就挺难得到审批的 洛杉矶时报报道呢,说有人在后院的停车场 建了一个后院小屋 整个面积还不到700平方尺 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怎么能够得到审批的 另外就是如果这个审批解决了的话 然后就是这个建房的这个成本 也是挺高的现在 7年前呢,有一个华人朋友在后院建一间房呢 花了5万美元,我还觉得挺贵的 然后两年前呢,有人花10万美元 我也觉得,哇,好贵 现在呢,我看在洛杉矶市中心呢 建1200平方尺的小屋呢 居然要花费57万美元 这太贵了,这个真的建不起 即使审批通过了,这个建筑成本太高 你也见不起了 总之啊,现在设案这个新法案呢 已经实施了 但是你真正的,你屋主想要得到审批呢 是非常难的 因为一些城市呢,它正在设法呢 就是不让你这些屋主加建 认为会破坏整个社区这种和谐的景观 所以呢,一些城市呢 它都设置种种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你家建好 你至少要种几棵树 然后你这个家建的房屋 以后只能租给那些低收入的租客 你的租金不能订得太高 种种,反正呢 那些审批的文件都有20多页 所以呢,你想得到审批呢 是难于登天 今天我做这个视频呢 终于要跟家建小屋说声再见了 后院奶奶屋的梦想呢 也破灭了 就放下这个直念 祝那些想家建的房主呢 能够顺利得到审批 顺利建好自己的梦增小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